好绿白的电话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后头牵扯的 就是还有隔魁人选的布局 现在呢被指出跟民众党来谈 山昌配的中间人 被指出说 这两位是跟林佳龙是很接近的 外界就批评林佳龙为了当上隔魁 背叛同为郑国会的 这个游锡坤 还有陈永新跟仲泰 都是青赖青德系 那么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是不是呢 真的后续已经是已经开始了 这个派系在这边 我们要先请教大师 我想以民进党的传统的话 大概现在的隔魁已经打了 已经鼻青脸肿了 这个传出林佳龙为一点都无意外 因为此人自幼胸怀大志 他现在叫他做这个隔魁 他已经都已经屈居了 他自认为可以应该是 应该是他比赖青德更适合做 赖青德目前的位置 所以呢 所以他现在等于说是委屈求全 只求一个隔魁 那上次我记得报纸上 你这电视已经在访问他了 他他还是一贯他的那个林佳龙是笑容 就是说他跟这个他跟赖青德之间关系非常好 那他们这个因为同在一个办公室 办公嘛都在总统府 他是秘书长 一个是副总统 他说常常就很多政务的事情就在交换意见 他特别强调了一点 他说没有为这个位置的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讨论 这个此地无垠三百两 大家都知道他对那个位置有意见 有有意思 不过这一次我觉得他突然被扯出来说 跟这一次在瞧立法院的位置有关 我觉得这里面就有蹊跷 对就是突然把他就是说 他事实上等于说做了一件事情 很对不起他的恩人游席坤的事情 就是说他居然他是主张三昌配的 叫黄珊珊跟这个蔡奇昌 两个来组牺牲掉谁 犧牲到游席坤 那就表示 同为政国会 对这就是这就把他 就是说等于说把他人设塑造成一个 为求官位 不 不那个好 这就是说不择手段 然后背后戳刀 然后出卖他的恩人这种事情 我觉得怎么会突然 会在这个时刻冒出这样子的一个传言 我觉得而且前两天讨论的非常深入 铺天盖地在讨论 连那个绿色的也在讨论 可见我觉得就是说林嘉隆 他这个大的动作已经让他其他想要竞逐 现在这个所谓的隔魁的这个这个职位的其他的各系人马 已经开始把他当作一个对象来斗争了 那不过我一开始我就 我觉得是不是以前也谈过 我觉得他几率本来就不大 因为他如果放在身边的话 赖清德可能会也不放心 野心这么大的人 那而且就是说 这个林嘉隆过去他围观的时候 他有点灾心的性质 他就是说他当什么位置的灾难特别多 对那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赖清德这么相信风水的人 我想可能有人要提醒他 他也会小心这种人不要一用 你记不记得他当交通部长的时候 对不对 就是他在位的时候都有一些状况 状况太多了 你看都是都是害得主观要下台了 对不对他当交通部长的时候 那时候蔡英文的那个总统 你居然出现了这走私的状况 那个时候华航是归他管 对不对 然后他在哪位就专门替主观捅娃子 比如说这个华航这个包机走私 后来这个苏澳港的那个桥 渝港的桥突然断掉 查了一下原来是游锡坤任内发包的 一个好好的桥不到不到 这只有一二十几年的桥 居然好好的凭空就断掉了 而且是很重大的一个公安 非常重大的压史下面好多人啊 你记不记得那是很大事 也是他做交通部长 然后我们的普悠玛号你看这个初四号 他就是我觉得他做哪一个职位的话 哪个地方灾难特别多 那这种人的话其实在官场上 有的时候长官是一听了就有点怕了 还是会觉得 对 而且对祖焚风水这么重视赖清德 对 我想他可能会有一些 那我是一直觉得我觉得 对赖清德最有利的话 他现在是怎么样 他反正这个是一个垃圾时间 过渡时间 他可能找一个党外的人 我们也传过有党外的人 就非国非非绿党的啦 然后就有一天走沉水扁的模式 好像电挡一下三个月五个月 让他把他送到立法院 让这个磨刀祸祸的这些 反对党 先到第一线 找不到找不到什么好攻击的啊 对不对 然后他也不是政治的政治人物 过去的那个那个记录 也比较空白一点 那就是说把这个时间拖过去以后 过了这一段时间 他再把他自己人拉出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不管林佳龙或者说是 左荣泰 这个谁啊 这个左荣泰 他们可能 林佳龙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小啦 左荣泰还有点可能 可是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可能第一任的 赖清德对他自己有利的话 他不是要搞联合政府吗 就应该要落实 我觉得基本上他会学陈水扁 你想想看台湾 选民一百个 对不对 只有七十个去投票 七十个人里面只有四成的投票 七十二十八个人去投他票 一百个有资格投票的人 只有二十八个人投票给赖清德 他有什么好拽的 他自己要小心啊 真正现在能够掌握主流名义的 是我们立法院 我们立法院的名义基础 远大于他这个行政部门的 这个负责人的这个好 所以现在是立法权大于行政权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行政部门 他现在一开始说 他可能会先什么 桃光养晦 避祸一下 不要搞出一处大有为的做法 然后再加上一个好大喜功的人 如果加个好大喜功 这个又会遭灾的 这样子林家隆出来的话 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是除了林家隆之外 我们再来看到另一方的人马 就是陈永新跟钟泰 他们都是这个亲赖清德的系统 坚持游戏宽当院长 那么让赖清德在隔魁的 用人上不受到这个派系平衡 那么也传出现在还有这个张立善 是愿意力挺郑文燦来认隔魁 请教兵格 没有啦这个是郑文燦去云林 那个地方巡视的时候 然后张立善就在现场讲了场面话 所以不用太过于认真吗 你觉得国民党有建议民进来问题吗 因为说真的我也不反对 郑文燦去当葛魁 我也不反对 你当了我话题更多 所以你愿意当我很高兴 但是问题是赖清德不会让他当 你要知道他现在上来 他本身又是个少数执政 他现在一定要一个 至少给各界风评还不算太差 然后跟各界冲突也不会太多的人 要降到最低 这样他才好上 就是让他的施政上轨道嘛 不然的话 你掉一个一上来就大家炒成一团的人 你可被炮轰 接下来就不用做什么都不用做 所以对他来讲 我认为他选郑文燦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所以在我看来 张立善就是给郑文燦的面子 他到地方来 就是讲个好听的让他听一听而已 那对赖清德来讲 他现在麻烦很大 因为我今天听到有个建议其实也不错 就说干脆就叫陈建仁继续当 因为反正我个人是从头到尾就认为 这个第一个隔魁恐怕待不了多久 搞不好三个月半年搞不好就再见 因为他面临的是一个相对混乱 而且恐怕民进党内各派系会逗来逗去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很难搞定 你说像之前传的朱敬逸啊这些 据说他跟民进党他里头一些人其实处得也很不好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找一个党外来的人 党内的派系一定不服气 那你找党内的人呢 那派系就各自会看说为什么不是我的人 为什么是你 对像林佳龙为什么传出来说他要把游锡坤干掉 把游锡坤直接出卖 然后好为自己争取隔魁大家会信 因为他们两个都胜国会的嘛 你立法院长如果不是胜国会的人 那他就名正言顺可以去行政院了 他的想法大家觉得这样比较合理 那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曝光之后 我个人认为林佳龙可能性就很低了 然后呢本来呼声比较高的还有一个卓龙泰 卓龙泰也卷进这次事件里头 他就找了黄珊珊台 所以看起来卓龙泰大概也没什么指望 那但是如果真的叫郑立军来 我跟你讲郑立军上台第一件事 就遇到什么事你知道 我看在海党天天照三餐 叫他把台电长的店交出来就够 真的啊因为这他当年的名言 那你现在当了隔魁 那就麻烦你把台电的店找出来 让大家就以后高枕无忧了 问题他找不出来的嘛 所以我觉得对赖清德来讲 他现在真的处于一个 很为难的一个阶段 但是也不急 因为他520过完年之后才要 才要真正决定 还有一点时间了 对他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好好去想想 而且我个人认为这一次恐怕 他的内阁会有很多非民进党的人 我认为可能会有很多 至少暂时是这样的 而且他现在很多的布局是希望积极拉拢民众党 如果民众党有人愿意入阁对他来讲是好消息 先前也有传出来了嘛 因为赖清德其实包括这次在乔立法院长的时候 他一直在用这个东西来诱惑 那这是很明显的反正他位置这么多 那保不定民众党内就有人受不了诱惑就去 那只要有人去了 他就可以开始慢慢裂解民众党 那就看民众党自己会不会上这个档 那我个人是认为啊 民众党就算傻傻的跑去了 大概那个位置也坐不热 我讲实在话 坐不久 对绝对坐不久 所以这些大概到最后就变免洗了 一下就被消耗掉了 所以真的大家自己好好想清楚 不过接下来马上就要上战场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国民党是赢得了立院的院长副院长 结果现在柯建民就来呛霞了 柯建民说 嚣张没有落魄的酒 那么乌家董事长就说 国民党年轻立委肯定会跟柯建民对干 而且王世坚未必也会听柯建民的话 因此也认为赖内阁恐怕会被击垮 强哥 首先我觉得基本上柯建民的话 这句话我倒是认同 就是嚣张没有落魄酒 那看看民进党嘛 就谦卑谦卑再谦卑 全是在说反话 那当然我觉得国民党其实也没有骄傲 跟嚣张的本田 那因为言改讲 国民党虽然是这次国会最大党 但是你终究也不是一个过半的政党 所以换言之 未来所有的一些议案要通过的话 你是不可能是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去通过 那一定是要某种程度的相互合作 可是未来立法院 我觉得也未必会像以前柯总召时代那么顺风顺水 很简单 第一件事就是说三个党的生态是完全不相同 我先讲政治生态啦 第一个就是你看到的民进党他还是独尊艺人 因为赖清德就是总统也是党主席 所以他是独尊艺人 他一个太阳 可是民众党他现在是一大两宗 就是他的太阳是柯文哲 但他另外两个也不输太阳光芒的 对不对 在民众党里面风采是抢得非常的那个 非常盛的就是一个黄国昌一个黄珊三 尤其最近黄国昌的话语权其实是蛮强的 国民党就比较特别 国民党就是满天星星 就是事实上国民党虽然有一个党的机器 有党团 然后韩国瑜当立法院院长 但是国民党每一个立法委员 他的所谓的单一的政治能量 他其实他会不过来的发光发热 然后这些所谓的就是心心相应 就是说这些不同的 我讲单兵的这个国民党立委 他会变成是议题的连线 他连线出来之后的话 他的战斗力就会开始上升 所以国民党的生态 这一次也是跟以前是截然不同的 也不会有任何国民党的那个立法委员 会愿意去当所谓的国民党党部的橡皮图章 但是会尊重党的一些方向性的决策 但是就是在这尊重基础之上 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 在立院座谈会里面 我提出所谓的要做改革的诉求 那党中央马上接受 然后第二天就召开记者会 推那个国民党版的国会改革法案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未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 那当然你要回到立法院里面来看的话 事实上我觉得柯总召可能以前 他那个真的嚣张的日子过很久 所以他就讲话真的还是非常的冲 非常的呛 非常的大声 对 非常大声 那我跟真的奉劝柯总召 未来的国会是很不一样的 不再是柯总召横着走的时代 所以说话那个口气还是收敛一点比较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